每个人都有他成长的故事 而我的故事要从七岁那年说起 童年的回忆已围绕着母亲辛苦经营的杂货店 安心快捡起来 妈 彩毛太脏了 我不要捡 你刚才不是说要吃冰淇淋吗 你知道一只冰淇淋要多少钱 毛 那五个一毛钱就可以买到一只你喜欢吃的冰淇淋 乖乖把钱收起来就可以买到冰淇淋了 那如果我除了十个就可以买两个 我除了越多就可以买更多玩爱吃的冰淇淋 对了 乖 吃完 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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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积小成多的道理 我就是这样学习 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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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房子好漂亮 妈 以后我除了很多钱 我一定要买一样的房子给你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帮我女儿存款 好的 请稍等 黄女士 这是您的存款单 非常高兴为您服务 谢谢 谢谢 请慢走 从小到大 妈妈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 无论生活有多艰苦 妈妈仍然咬紧牙关 一手跟我读大学 为了不辜负妈妈的一份苦心 我日日夜夜勤奋读书 终于 以最优越的成绩 大学毕业了 毕业后 学校强力推荐我 到一家跨国公司值班 妈 我被地图公司向重 要到上海发展案 很好 宝贝 我就叫你行的 那你几次过去呢 再个星期 我先回房间 到上海要吃多一点 吃好一点 你也一样 天气凉了 衣服给我买一点 安心 这是妈妈送给你的 这是妈妈送给你的 这一去 就去了三年 而刚开始的时候 妈 安心啊 吃过晚饭了没有啊 妈不在你身边 也要多照顾自己 知道吗 妈 我会的 你不用担心 还有 你不用一次费钱过来做麻烦 我够用 女儿 一点都不麻烦 冯女士 您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要替我女儿费款 好的 请您稍等 谢谢您的费款申请书 很高兴为您服务 谢谢你啊 要不就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剩下多点钱总是好的 啊 李经理这是您的文件 谢谢 当然 成功的当时 我也没忘了小时候 对妈妈的承诺 我也没忘了小时候 妈 我带你去看东西 走得这么快点 走得这么快点 妈 这是我们的新家 你喜欢吗 妈 以后我求了很多钱 我一定要买一样的房子给你 因为公司有重大的项目要我管理 我又回到了上海 我又回到了上海 不可以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不行 很心 很心 妈 我在跟客户通电话 妈 我忙 没关系 李经理 老板找您 好的 这五年来你的工作表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这是你应得的 新加坡分公司的盈域总监快退休了 我想推荐你怎么样 妈 女儿啊 快过年了 你工作还忙吗 会回家吃团圆饭吗 女儿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的云品 请 这边 妈常说 财富是要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而要有充分财务规划 才能憧憬美好未来生活 这个合同呢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先在这边 OK 谢谢 很高兴为您服务 快过年了有什么打算吗 嗯 我想回家 原来 我已经三年没回家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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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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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